走遍中国,300个城市的车票旅行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四川成都 这里是靠近成都火车站的位置 拐个弯过去,火车就进站了 现在这一列火车有些与众不同了 首先,它的车头是一台蓝州铁路局的和谐电二 这是一台八轴大功率货运电力机车 我见过用货运机车牵引客运火车的 但没见过用这么大的货运机头牵引客运火车的 而且还是用着其他举的车 另外,现在是下午15点45分 这列车的水排显示 它是从青岛开来成都的火车 但是在12306网站上面 并没有查询到下午15点左右到成都站的火车 只有一趟隔天开行的快208 但是快208到达成都站的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钟 它总不能提前14个多小时就到站吧 思来想去啊,我想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是一列出库车 我查了一下,在今天下午17点10分 的确是有一趟从成都到青岛的快206次火车 在时间上呢,也非常吻合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我想不明白 一时距离这里大约200米左右的位置啊 就有另外一条铁路 那是进出库的专用通道 这类车为什么不走专用通道 怎么跑到阵线上来了呢 另外啊,进出库都是有吊车机的呀 怎么会用货机呢 总之啊,这类车太奇怪了 车头不对,时间不对,路线也不对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才是出库车的通道 现在这里刚好有一列出库的车 在这里等待 应该是车站里面有车出站 或者是有车头出来换相 所以它在这里等待 看,这是东风五叫车机 算了,不纠结了 来看下一趟 车头是韶山七一 红色车头,白色腰线 火车迷们叫它美女 我觉得它配得上这个名字 因为我觉得它的确很好看 这是一列从成都开往新疆喀什的快452之列车 它从成都出发的时间是下午15.55 从不算首尾站 沿途前靠28座车站 在第三日下午14点54分到达喀什 全程运行46小时59分 这是另外一个相机拍摄的 我用了两个机位 刚才那个画面视角比较窄 这个视角比较宽 可以看到全景 只是这列车刚好走的是距离我最远的那条轨道 稍微远了点 不过也能看得清楚啊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拍宝藤线 包括这趟车在内的很多车啊 我都比较熟悉了 所以呢 可能在本月28号左右吧 我打算换条线 去成坤县看看 喜欢火车的朋友们 记得点击关注哦 节目 套 乱 感谢观看